读多一点 姑娘 医生 你来了 又是你 你是他的家属 算是吧 既然你是他的家属 那你跟我出来一下吧 怎么了 有什么事啊 关于病人后续治疗的方案 我想提前跟家属商量一下 是不是熊伯他有什么事 现在也不好说 得看接下来的情况 你说来吧 医生 就在这儿说吧 行吗 好 请问您贵心 我姓阮 阮冰心 阮小姐 你先看看这个吧 这是什么 这是病人第二次手术的通知书 我要提前跟你确认一下 为什么还要做手术啊 病人之前所受的枪伤和划伤 都是表面上的 他之所以昏迷下去 是因为他脑部受到了猛烈的撞击 所以产生了昏迷 这就是他第二次手术的原因 那 这次手术会有风险吗 所有的脑部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性 所以我要提前跟你们说明一下 那不做呢 不做手术行不行 不做手术也一定会有风险的 由于一切长时间 压迫了脑神经和血管 病人会因为脑萎缩而死亡 还有他会因为脑部受损 变成一个傻子 还有一种可能性 他会一直昏迷下去 就跟现在一样 像一个活死人一样 你别说了 医生 你 你给我点时间 我想一下 时间不等人 病人马上需要做出手术 阳小姐 你必须做出决定 医生 医生你别逼我行吗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袁大 是我 慢点 乖啊 她可算是走了 我跟她差点就没憋住 现在伤没事吧 没事 我实在是不愿意 再碰到那个女人了 你不知道这每一次 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还不如给我一枪来的痛快呢 我想你们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 我再跟你重复一遍 一会儿老马来通知你去手术室 就意味着我们的行动已经开始了 到了手术室以后 我会守住门 以防敌人突然闯进来 老马会协助你从窗户出去 好的 我明白 还有 老马会协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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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 我真的下不了这个决心怎么办 医生跟我说 脑部手术的风险很大 他说 很有可能 你以后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时间过去那么久了 会不会给什么事快耽误了呀 快耽误了 不 匪思青来了 处长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 我一听到消息 就马上赶来了 消息 什么消息啊 听说林凶波带回来的情报 是假的 你这消息倒是很灵通嘛 处长 怎么说 我也算是情报处的老人了 总有那么些个自己的套路 您真要处决林凶波啊 您既然已经收到消息了 那您应该明白 这赏风有令 我能不执行吗 助长啊 这情报工作 本来就是真真假假 二语我诈的 怎么能不出点问题呢 就算是出问题了 现在不是还没有查明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吗 委员长有句话 宁可错杀 绝不放过 毕童啊 这是他们都说你胆子小 我看你不是胆子小 你是考虑得太多 做些事来未输未较 处长 我的意思是说 即使是处理 也要名正言顺才好 是吧 否则让某些个人 回头拿这事挑刺啊 再说林凶波现在不是还 身受重伤困门不行啊 你是在提醒我 林凶波的家世背景不浅 是吧 这 与其这么上去枪毙了他 不如就让他重症不治 这样说出去也好听是吧 处长早有明鉴 哪用我提醒 这 这 林凶波的家世背景再大 能达得过党籍国法吗 是吧 我给你 职总之间 都后边快点 开哪儿快点 千万别出事啊 对 对 对 你们两个什么都别说啊 听了没有 知道了 如果有出现意外 你要一口咬定 情报是纠缠给的 剩下的事情谁都不知道 费司清的意外出现 彻底打乱了 营救邓远达的全盘计划 突围的枪声已经打响 军部肯定是发现了 情报是假的 这样推测 费司清的到来 就带着来者不善的意味了 所以叶淑婷才会在匆忙间 交代邓远达 把一切罪责 都推到纠缠罗建明的身上 只要费司清 不马上对邓远达动手 我方就有机会 再次对他开展营救 他还没醒 没有 他一直都在昏迷 所以我打算再给他 做一次手术 把他脑子里面的医血清除 也许他可能会清醒 不必了 不必了 你什么意思 我给你五分钟时间 让他马上给我醒过来 你三分钟时间 长官 我只是个医生 不是神仙 真的没办法了 医血是谨慎的 既然没办法 出去 你也出去 我出去吧 你们 走 处长 您怎么这么一早早 亲自过来了 军部已经证实 林雄波带回来的 是份假情报 所以证明 他已经投靠了共产党 上风有令 将林雄波就地蒸发 一尽逍遥 这个任务 由你来执行 处长 就在栅栋上 对 立刻置信 叶叔弟 你干什么 废慈欣这一次来 肯定知道的情况是假的 他现在奇迹败坏 邓远达非常地危险 我得去救他 现在情况还没有明朗 外边麻麻的特务 你这样贸然行动 肯定会坏事的 那你说怎么办 你什么情况 我没关系 守护 方法 看这来很看 你这么说 你怎么看 我不想到 你 kind of 这个心里 是在这儿 初长 他已经伤成这样了 刚才医生说 他可能挺不了多久了 要不咱们再等等吧 我能等 可上面等不了 立刻执行 又怎么了 处长 你看这儿毕竟是医院 强声一响 怕影响不好吧 你不能进去 我的兵力本 刚才忘在里面了 我需要去拿一下 不好意思 这会儿你们不能进去 这样吧 你们在这儿等会儿 那就拿枕头垫着 枪声不就消了吗 你还不用看他的脸 来吧 熊波 这是军部的命令 别怪我 住手 不能开枪 凡冰心 你怎么在这儿呢 放到这儿 是你带他来的 不是我 处长 不是他 是我 是我偷听了您的电话 是我自己找过来的 你竟然敢偷听我的电话 处长 你想怎么惩罚我都没有关系 我只救救你 你千万不要杀熊波 你的问题我回头再跟你算账 我刚才说的话 你应该听见了 林熊波投靠了共产党 带回了一份假的情报 害我军前线将士 死伤惨重 还有 连同刘长官的剿共计划 都化成了抛影 我要是不杀他 我怎么跟上面交代 怎么跟前线那些阵亡的 僵尸交代 不可能 熊波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不会投靠共产党的 你的力 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 组长 我求求你了 你等熊波醒了 你问清楚行吗 他已经没有醒来的必要了 王大转 还不动手 是 不行 组长 如果你非要杀他的话 你们就不要杀我 醒波 你醒了 你真的醒了 我这是在哪儿啊 医院 你受伤了 你现在在医院 我怎么会在医院呢 你受伤了 受了很严重的伤 熊波 熊波 医生 听到了吗 他们在喊我们呢 进去 进去吧 怎么了 怎么了 医生 刚才黎熊波他已经醒了 但不知道怎么用 看一看 是这样的 病人应该是突然发生了 猛类刺激 所以战时幸福恢复了直觉 可是他这样会对他的身体 造成更大的伤害的 这一碗鸡汤 就做到了你所谓的神仙 才能做到的事 你怎么解释啊 医学是严谨的 其实我们也要相信 这世界上会发生奇迹啊 奇迹 我从来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会有奇迹发生的 把林熊波给我带回去 对 我要亲自审讯 是 不行 病人身体现在不好 你们不能把他们带走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 给我让啊 把人带走 不行 处长 他现在身上还有伤 你们不能带他走 孟大川 把阮明星给我控制住 他要是再胡闹 我连你一起发 是 别急 你们不能带他走 跟你的身上有伤 孟大川你给我放开 你冷静点 处长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把熊波带走 处长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把熊波带走 处长 你忽異 肯定不能带走 他现在的干 rehabilit i 这些よろしく 你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共产党抓了我之后 我吞了我鼻影狐狸的鸦片 本来想以死来报销当过的 可是面不够 不但没有死争 反而还把嗓子给弄坏了 可是我没想到 我回到这儿 还要再受这份罪 你这都是你自找的 是 我九死一生的 带回了情报 不但没有公 我反而成了国 还真是自找的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难道不知道你带回来的情报 根本就是假的吗 假的 怎么会是假的 就转把情报给了我之后 一直迷离开过我身上 怎么会是假的呢 李秀波 你知道我的手段 不要再有交心心理了 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我还是别退吧 你呃 陆做 军大川 你能不能不盯着我 对不起啊 是处长让我贴身看好你 那也不用离这么近吧 干什么去 让开 你要去哪儿 女厕所 你去吗 我去啊 我在门口等你 我不去了 那我也不去了 刚才的情况就是这样 事发突然 咱们绝对不能应来 从费斯金的表现来看 他们已经开始怀疑 假情报的来源了 邓允达不是专业的 警工人员 又没有任何 应对审讯的经验 我怕他 兼职不了多长时间 所以 必须尽快地 把他营救出来 现在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马上通知施月 请他大谈清楚情况以后 我们再决定 下一步如何行动 我同意 叶淑庭的同志 你觉得呢 还有一件事情 必须马上去做 什么事 朗朗 我需要一部电台 跟商城那边联系 越快越好 好 那你马上跟我走 你可以不说 这天 你不过 我还没想到 你不过 自己的办法 是 你不过 我还没想到 你这样子 我会想到 这是 表达不是 你这样子 你会想到 我 想到 你 是 我说的是你分家情报 就这样给我什么 我就拿着什么 没有个第二份情报 好 我们再换一个方法 我们来把这件事情 我帮你从头捋一遍 从你接到任务 到潜伏 到商城县 再到旧站那儿取得情报 对吧 是 然后你就被共产党给抓了 再然后 你又从共产党那儿跑了出来 是 我很想知道 你在被抓的这个过程中 发生了什么 他们抓住我以后 逼我夹出情报我不敢 后来 我就找出了一个机会跑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你是撒谎 共产党抓到你的时候 你的情报在哪儿 难道共产党是傻子吗 你这么大的一个人 他们不会送吗 说 我林秀波跟特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们追着我满山跑的时候 我怎么可能会一直带着情报在身上呢 我抽出了一个机会 把情报藏在了一个地方 然后等我中共逃脱之后 我又回来把情报取出来了 被敌人抓住 抓住了人不能抓住脏物 这是常识 我不糊涂 你 处长 会不会是共产党发现了熊波 藏好的情红包 然后把它调包了 你的意思是说 是共产党故意让他逃出来 然后假装一路坠杀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 把这个假情报交给我们 是吧 对对对 这样的话 就能够解释清楚所有的问题 解释个屁 情报处的王牌特工 情报被调包了都不会 察觉到 这共产党一路追杀 这是真追杀还是假追杀 都分辨不出来 说出去谁信 这 现在只有一个解释 你已经被共产党首卖了 反正现在你已经认定 我有罪了 我说什么都没有 你还怎么样怎么样 李熊波 你要认清楚刑事 现在你不要狡辩了 我告诉你 你这样顽抗到底 害不了别人 只能害了你自己 好 我给你考虑的时间 希望在我回来的时候 你能搞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 我让你住 再按一个 那我们住去 非常负倾 我 我不让你適合 这个事 我愛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还在想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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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让我去和他们谈谈 我顶在这个位置上 总不能给他好脸吧 而你不一样 你可以对他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你要明白 如果撬不开他的嘴 我们就没法给上风一个交代 明白了 处长 那我这就去 费司卿迟迟下不了杀邓远达的决心 是因为他必须给李文炳和阮冰心一个交代 林雄波是李文炳安排过来的 李文炳虽然是自己的败把兄弟 但现在人家是保密局要员 他还是有点忌惮的 阮冰心就更不用说了 他父亲阮达天是因救自己而死 杀了他的未婚夫 那自己就是恩将仇报了 这里外不是人的事 老奸巨华的费司卿是绝对不会做的 费司卿的脑子飞速地旋转着 这盘棋要怎么下 才能让三方五面都能满意呢 说听啊 你能确定费司卿会去找罗建明查证 刚才在医院情况紧急 但是我已经提醒邓远达了 不管费司卿怎么追问 都要一口咬定 情报是纠占给的 再问其他什么的就说不知道 以费司卿多疑的性格 我相信 他一定会怀疑到罗建明身上 你赶快跟罗主长联系吧 好 敌发现情报是假 达被捕 咬定纠缠是叛徒 妄配合 回殿 收起 马上安排 是 希望这对邓雁达能有所帮助 哪怕是拖延一点时间的 老弟啊 这次这个事情可是闹大了 军方那帮忙夫 把前方战事失利的原因 推卸到我们情报处身上 说是因为我们的失误 才造成现在的结果 处长他也吃不消啊 听明白了吗 我不过是一个提情报的人 情报都是由纠缠提供的 是真是假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样吧 你就说 你到底有没有投靠公园长 我还以为你会来点什么新鲜的 没想到还是吃剩菜 反正你们的嘴巴大 说什么是什么 我拦得理你们 邓远达不是不想说话 而是他真的找不到词了 叶淑婷交代他 一口咬定纠缠 他这样做了 但他没有想到费司清这些人 会逼他承认投靠了共产党 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能假装气愤 不理不睬 但这样下去 肯定不是办法 还能拖多久 他真的不知道 怎么样 他都说了些什么 还是那老一套 没什么新玩意 前副处长 来 进来聊一会儿 处长 处长 有什么吩咐 江副处长 这处理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连头都不露一下 是真不知道啊 还是在这儿给我装糊涂呢 处长 我记得您平时一再强调 不该打听的不要打听 不是自己分管的业务 不要多过问 那既然这次的任务 不归我负责 钱某怎么好 妄加追责 怎么说 前副处长还是知道点什么的 要说什么都不知道 那是骗人的 现在估计处理 上上下下 连扫地的都已经听说了 林雄波带回来的 是份假情报 既然你这么爽快 那我也就不跟你绕弯子了 现在的这个 这个林雄波一口咬定 是纠战给他提供的情报 怎么都不肯承认他投靠了共产党 搞得我是杀也不是 是刘也不是 这跟上下现在都没法交代啊 我想听听前副处长有什么高招啊 高招嘛倒也谈不上 只是我认为处长 您应该碰到了鬼打墙 在里边绕来绕去啊 绕不出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您一直揪着林雄波不放 想在林雄波身上找突破口 可是您有没有想过 如果林雄波说的都是真的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能止 这话也是 自己的好传闹 有什么意思啊 有什么意思啊 这话甚至是 你去把辑楼 你过去了 你去搗子 我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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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低一点 你要就这么去了 我怎么交差 别信 你干吗 你疯了你 这样行了吧 你就跟处长说 是我自己砸破玻璃 我自己砸破的 别信 我先给你包扎一下啊 就是这样 我还是不能让你去 你要去了肯定大闹罚场 那处长的面子 王大哥 大春 他们都要杀了熊波了 我还顾得了谁的面子 现在谁都帮不了我 只能我自己帮自己 别信 你等会儿 谁说没人能帮你了 你仔细想一想 别信 你是不是有一个李伯伯 他是保密局的药员 李文斌 李伯伯 对 就那个李文斌 他跟你的父亲 还有费首长 是接派兄弟 你给他打个电话 说不定还有心 喂 李伯伯吗 我是冰心啊 他们要杀死熊波 他们要杀了熊波 我也不能活了 你怎么会 他就打人了 我会不会 一会儿 他就打人了 但他就打人了 他就打人了 我没想法 他就打人了 他就打人了 当我死板了 他就打人了 在我身上 你过来 我看了 他就会 我看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